孫氏太极拳是先父孙璐唐先生独創的 浊然自成一家的孫氏太极拳 先父自幼爱好武术 他集这个行义八卦太极 几十年的经验和研练 最晚年独创孫氏太极拳 孫氏太极拳的特点和要求 他的特点就是进步必跟退步必撤 如行音流水绵绵不断 他的特点和要求就是没有起伏 九十七个柿子从始至终 一开始弯到135度以后 两条腿就一直弯曲着 一直到练完了腿才直起来 同时呢这个孙氏太极拳除了单边左右分开两个腿 下余的就是老要有中间有一个脚的距离 要进步必跟退步必撤 所以老是活的 他这个集行义八卦太极的内容就是说 行义拳的没有起伏 始终在一个水平线上 八卦拳呢就是进步必跟退步必撤 有闪斩腾挪的这个劲 同时有太极拳的柔 这就是形成了孙氏太极拳的特点和要求 这就是形成了孙氏太极拳的特点和要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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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